欢迎收看今天的楼中新闻 您好 我是李诺亚 美国什么时候可以群体免疫 人类社会过去经历西班牙流感 麻疹病毒侵袭 最后都因为产生群体免疫度过难关 但是有医学专家对这次的新冠病毒群体免疫 仍然抱持保留态度 加州州长纽森说 加州无法群体免疫 是因为有人拒绝接种疫苗 孩童还无法接种疫苗 以及出现变种病毒等原因 医学专家也同意Newson的看法 专家说群体免疫是一个数字问题 当有足够的民众达到免疫 病毒就无法传播 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了 总人口当中至少要有七成 八成五甚至九成的民众有免疫抗体 才能够达到群体免疫 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Anthony Fauci说 还没有开放儿童接种疫苗 也是让美国无法达到群体免疫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说我们还无法精确的了解新冠病毒 所以不可以轻言群体免疫 同时我们现在还无法掌握新冠疫苗的效力 能够持续多久 感染病毒之后产生的抗体能够持续多久 也不确定疫苗是否可以抵抗美国 或是全球其他地区出现的变种病毒 在此同时也有专家对群体免疫 保持乐观态度 旧金山加大流行病学专家就说 美国目前通过使用的 Pfizer和Moderna 疫苗效果非常好 能够百分之百的预防新冠病毒重症 预防病毒的效果高达95% 渴望促成群体免疫 旧金山加大医学专家认为 降低病毒感染率和儿童 有没有接种疫苗也没有关系 16岁以上民众接种疫苗 就可以大幅拉低感染率了 目前接种疫苗速度最快的国家 是以色列和英国 研究结果发现 当以色列的疫苗接种率达到六成 英国的疫苗接种率达到四成八的时候 当地的新冠病毒感染率立刻大幅下降 另外Santa Clara县政府也提醒大家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就算您已经施打了疫苗 还是应该要继续防疫 因为有许多没有症状的新冠病毒患者 你永远不知道究竟谁身上有新冠病毒 所以还是应该要许可警惕防疫 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